我们上半段其实在没有受伤的球员情况下 我们打的还是OK的 我们一度能够打到前三名 没办法 球队的伤病确实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有主力的中锋 有主力的空位 我们有很多人都受伤 对所以这个情况不能避免 所以我们尽快能够在这种困难情况下 能够找到我们解决困难的办法 也同时也希望他们这些伤员尽快的康复回到球队 然后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他们 我伤命就是还能打 对 对虽然我伤病其实是脚踝膝盖都有些问题 但是我好在我能继续打 对所以能坚持还是坚持 我绝对不好吗 根本就赢不了 今年CBA公司安排很多 就是希望我们带家人 然后带孩子来参加这次全面性中博 所以跟以往不同 对希望他们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的家人 因为我们确实是联赛打起来之后 我们回家的时间很少 除了在主场 但是都是一半一半的时间 我们一出去 可能有的时候出去 将近一周 一周的时间都见不到家人 所以这次周末 也是让我们家人 能够感觉到这种全民学的周末 也感觉到CBA公司对我们的关心 所以我们有条件允许 然后家人有时间 我们都会希望邀请他们来 所以我也是邀请了我的老婆 我的父母 我父亲没有来 两个岳母跟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女儿 她没有出 我女儿从来还没有离开过北京 这也是第一次 也是希望她 虽然她现在什么都不懂 但是也希望她能够看一看 这些篮球的一些文化 回想以前其实真的非常简单 那时候真的就是想打球 然后能上场 然后这段时间 我今年第九个赛季了 我每次跟我老婆讲 我已经第九个赛季了 她说你打了有那么多了吗 她每个赛季都在陪伴我 但是她不知道 我打了第九个赛季 所以一转眼时间过得很快 我从第一赛季冲冲冲毛路 然后拿到第一冠军 真的已经过去九年了 八年都九年的时间了 对 所以 嗯 其实不太去想那些事情 因为确实太难忘了 因为大家确实是真是拼出来的玩具 然后之后往后的我们遇到低谷 也确实是新老交替 然后重建到了现在 我们也是一直 我们球队一直在努力 然后我们的管理层 我们都在一直努力的 希望能重回巅峰 所以以前是美好的回忆 也是历史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继续努力 然后朝着之前的这种目标 冠军的目标 向之前的历史去努力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实现 我觉得十年前的自己 还是挺坚定的 因为那时候给自己一句话 我觉得还是挺爷们的 没有放弃 没有就是遇到什么那样的挫折 都没有放弃 一直在坚持 就算受伤什么的 都是在坚持 所以他们的每个人都问我 说我的身上的伤病比较多 所以我也用这样的话 给回复他们 如果我没有这么多伤病 我也不会达到现在 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坚持 自己的这种想法 可能我之前不坚持 就可能到不了现在的位置 所以我能到现在的位置 所以全是用我的身体 我的所有一切去拼来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感谢那时候的坚持 写了感谢坚持 我就来个加一吧 对吧 加一 感谢坚持抽丧了 是吗 这小子行吗 这小子行啊 长大后我就成了 本音首歌二唱 是啊 杨阮 寻 Orient 记者